旅行的意义 一、文化体验与学习 旅行让人有机会亲身体验不同地区的文化、历史和传统 通过参观服务馆也为你提升了克服困难机会 你可以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无法传达的知识 二、拓宽视野 到新的地方旅行 可以让你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有助于拓宽你的视野 培养开放的心态 三、人际关系 旅行是结交新朋友的绝佳机会 你可能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这种交往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建立 甚至可能形成持久的友谊 四、自我发现 旅行常常让人远离熟悉的环境 这种变化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自己 发现内在的需求和欲望 五、放松和充电 有时候旅行是为了摆脱日常的压力和繁忙 让自己得到放松和充电 重新回到生活中去 六、挑战与成长 旅行可以带来许多挑战 比如语言障碍、导航困难等 但同时也为你提供了克服困难的机会 促使你成长和发展 七、寻找灵感 新的环境和体验往往能够激发创造力和灵感 对于艺术家、作家或者创意人士来说 旅行可能成为了创作的源泉 总的来说 旅行是一个多维度的体验 可以带来知识、情感、精神上的丰富收获 无论是追求冒险 还是追求内心的宁静 旅行都可以成为一个实现个人成长和丰富人生的途径